全球关注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一季度GDP增长5.3% 呈现多个亮点 大规模设备更新 科技创新等因素 在多大程度上提振内需 拉动作动是蛮明显 至少短期是蛮明显 房地产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拖累是否失序 所以房地产目前面临的下行压力 应该是非常明显 台湾市场需求如何对接中国市场 中国深度财经 为您深度解读 近期 美国财长叶伦 德国总理舒尔兹先后访华 全球两大重要经济体 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度 以及双边经贸合作 是重要关切点 舒尔兹本周结束访华行程时表示 他乐于看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 中国仍然是欧洲和德国的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 同时期待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在全球舆论看来 舒尔兹此行不仅代表德国 而且代表了欧盟国家 而当下 欧盟正对中国电动汽车和光伏等商品 发起反补贴调查 部分欧洲国家鼓吹对中国去风险化 在此背景下 中国欧盟商会名誉主席伍德克认为 舒尔兹访华释放出了重视中的经贸合作的明确信号 同时也在寻求中欧经贸的利弊平衡 舒尔兹访华团中的德国企业代表也表示 反对欧盟对华加征关税 因为这将带来贸易战风险 并损害得其在中国的经营前景 我们继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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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出现在 中国的公共和共同盟 2023年中国连续第八年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德国对华直接投资也创下历史新高 同比增长超过4% 同时中欧双边贸易额达到5.5万亿元 一粒电池 性能源车 光伏组件等 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贸易更呈现快速增长 中国举办的各类全球信长会是海外企业了解中国 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渠道 在本周开幕的第135届中国进出口交易会上 百自215个国家和地区的14.4万名客商和近2.9万家展商洽谈合作 电动汽车 电池和太阳能星三样依然备受关注 有参展商表示 境外市场需求不减 性能源领域的中国制造依然紧俏 高质量产品更有吸引力 相信今年的订单量会有明显提升 那肯定要比去年同期增长个百分之三四十吧 是吧 北美 欧洲 东南亚 然后还有澳洲 还有南美 中东和东亚 偏东亚那边是我们今年也是发展的一个重点 那目前呢 整个我们这个太阳能板和便携式储能的 整个的行业的市场行情确实成本是有降的 但是呢 对于客人来讲 它的需求其实是一直在的 只要我们是合理的利润 我觉得对大家对整个行业都是比较向上的发展 清三样等高端制造和新能源行业的海外需求状况 也反映在最近出炉的外贸数据中 一季度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3.39万亿元 同比增长6.8% 占出口总值的59.2% 而从整体出口情况看 中国户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西首次突破10万亿元 创下6个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速 其中 出口5.74万亿元 同比增长4.9% 进口4.43万亿元 同比增长5% 分析指出 内需逐步恢复 专界消费旺盛 刺激进口增速回升 海外通胀压力渐弱 制造业复苏 对出口形成支撑 尤其令人关注的是 3月PMY数据中 新出口订单指数环比大幅回升 结束了连续11个月运行在融枯线以下的状态 这表明海外需求对制造业的生产投资带动最为显著 一季度全球的整体经济增长情况好预期 不仅中国这边比预期要好 包括像美国一季度 那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增长 所以全球的增速在一季度的环比 按我们的估算在超过3%的环比的年化的增速 这个为中国的外需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支撑 往前看乌克兰危机中东紧张局势等不利因素仍然存在 但全球贸易正呈现住趋稳改善的迹象 世贸组织推测2024年全球货物贸易量会增长2.6% 同时3月份反映进出口订单增加的企业比重环比明显提升 预计上半年中国外贸基本保持在增长通道 在海外需求的推动之外 在中国各项政策持续发力下 内需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5.5% 本周发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 中国GDP同比增长5.3% 其中第123产业同比分别增长3.8% 6.1%和5.0% 工业生产中的高级数制造业增长明显加快 官方数据显示 工业制造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7.3% 和去年相比明显回升 而这其中较大的支撑来自于中国政府大力推动工业 农业等7个领域的设备更新改造 我国工农业等重点领域设备更新 每年的需求在5万亿这么一个大的规模以上 而且汽车家电 就是换代更新的这种需求 也是在万亿以上级别的 从新增设备投资来看 2023年中国工业领域的设备投资规模达到4.4万亿左右 在全社会设备投资中的占比超过70% 在推动工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中也明确提到 未来三年工业领域的设备投资规模要增长25%以上 将形成超过10万亿的需求空间 根据中国银行研究院测算 本轮大规模设备更新或将拉动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2到1.5个百分点 那么对这种移旧换新设备更新提出了一些鼓励措施 那么各个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是加大力度来推动 这个是在全球其他部分是比较少见的 拉动作是蛮明显的 至少是短期是蛮明显的 具体到市场主体角度 有个人防护用品制造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 设备更新升级激发新制生产力 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选动作 经验将多方面实施 我们也非常重视生产设备的定期更新和维护 通过定期的技术评估和性能的观测 我们会寻找出需要升级以及替换的设备 数字化转型是我们保持核心竞争力的一部分 它极大的影响了我们的生产效率 供应链管理 客户服务以及产品质量保证 不少海外投资者也看到了体制升级 给行业发展带来的机遇 有美国化工企业在中国已经投资超过140亿元 下一步还会继续追加投资 在整体看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 一季度同比增长4.5% 扣除房地产因素后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3% 民间投资增长7.7%远高于整体增长 如果分领域看 基础设施投资增长6.5% 制造业投资增长9.9%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9.5% 降幅比前两个月扩大 不过同期发布的一季度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销售额 同比分别下降19.4%和27.6% 降幅均小幅收窄 需求不足其实主要的因素并不在于限购 或者说在于这个房贷的政策 其实更主要的在于 第一居民尤其是中高收入 就是买房的主体 中高收入的家庭 普遍的收入预期比较低 第二大家对于房价的预期 仍然是比较低迷 因为最近几个月房价 还是连续的这种房价比的下跌 在消费方面 对一季度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3.7% 依然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具体看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4.7% 服务零售额增长10% 有分析指出 服务零售的增速明显超过设定增速 除了同比基数偏低之外 也反映出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 大家对食物的消费实际上是开始在比例上会下降 对这个非食物的这样一个消费比例会在增加的 那就包括我们的文化娱乐 我们的医疗保健 消闲等等这些 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希望 这个即使是我们生活质量的改善的一个标志 同时它也是我们消费升级的这样一个表现 由海外企业观察到中国市场消费需求的变化 并计划在医疗健康等领域增加投资数百亿元 我们对中国的发展的形式 包括投资的环境 我们非常的有这个信心 随着中国的人口的这个老龄化 对于养老包括医疗的需求 它会一日俱增 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机会 接下来以救换新等促进消费的措施相继落实 居民商品消费有望逐步好转 预计4月份设定同比增速将有所反弹 不过当前最值得重视的 仍然是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满 从而直接拉动住房相关的消费增长 也能够消除资产缩水效应 对居民消费心理的影响 在中国深度财经联合 凤红网财经频道发起的调查中 关于影响中国民众消费支出的因素 21%的网友认为消费品的性价比影响较大 35%的网友认为主要看实际需求 29%的网友强调收入影响 还有15%的网友会考虑整体经济环境 还是自己的那个需求吧 你要是没有特别必要买的东西 一般都不太会消费现在 看自己的工资收入吧 然后就是看大环境 如果整体是偏紧的话 自己还是要保守一点 老百姓收入的它不是很高 它的消费机性就不是很高吧 和消费关联密切的居民收入方面 数据显示 一季度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539元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6.2%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5,150元 实际增长5.3%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596元 实际增长7.7% 分析指出 对比消费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状况 可以看出消费者信心尚未充分恢复 消费增长只有3.1% 但是收入增长是6.2% 这其实说明尽管收入有增长 但是有许多钱并没有花出去 就是大家这个消费者信心 其实并没有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 2024年 中国全年的GDP增长目标为5%左右 面对海内外影响因素 各界普遍认为 中国经济要加速恢复 除了外需持续复苏 还要继续着力扩大内需 提振市场信心 居民消费仍是主要发力点之一 中国一季度GDP增速 好过市场预期 带动力股投资气氛 外资机构如何探力股二季度行情 我们认为其实整体的一个经济 在复苏的一个轨道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些行业 其实它已经有出现 边际改善的一些机会 北原直输转强 大洲货币普便面临压力 海外政治经济不确定 将如何影响力股走势 除了在极端波动情况下 大部分时候小车的波动 不会对A股走势 形成非常大的扰动 随着以季报渐渐披露 关注哪些领域投资机会 新能源汽车 数据经济 红利指数 是几个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 中国深度财经 为您深度解读 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出炉 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3% 创三个季度以来的最高水平 经济数据好过预期 带动力股投资气氛 近期多加外资机构的投资策略显示 随着中国宏观经济稳步修复 力股投资更加的关 英国新兴市场资管公司 安石集团正减少对印度股票的投尊 并将中国列为其新兴市场基金的投资首选 高盛最新报告使出 对一股市场保持战略性的乐观态度 预计未来12个月 一股 带去股分别有12% 8%的潜在上涨空间 某队士丹利报告使出 全球资金正呈现重返中国股市的趋势 汇丰控股的数据显示 超过90%的新兴市场基金开始增值中国股市 魏银分析师则是预计 2024年P股盈利增长将达到8%左右 我们认为A股还是一个逐级向上的 什么一个态势 第一方面原因呢 我们刚刚提到过 整体的盈利处在一个复苏的阶段 最主要的原因是民意GDP的 会从去年的4.6反弹到今年4.9左右 全年A股盈利增长 会从去年的低单位数 恢复到今年8%左右 世上 不管从经济基本面 还是政策层面 都有利于提振列股中长期向好走势 政策层面来看 近期中国国务院发布资本市场新国9条 就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系统性的提出9方面意见 其中在发行上市方面 明确将提高主板 创业版上市标准 同时也明确提出要从多渠道推动上市公司质量 加强上市公司进行翻红 深化退市制度改革等 有市场人士看来 政策调整不仅将改变资本市场生态 也对当前利股走势产生积极影响 这一次的国9条出来 其实对于资本市场的意义 可能对于个人投资者 会有更直接的影响 更直观的影响 在投资者这一端里头 你可能看到 他会看到市场未来 企业对于现金分红的发放 必须有一定程度的比例 从资金量的一个供给上来讲 事实上提高分红 其实对于机构投资者来讲 他其实会有更有长期持有的一个买入的动力 未来一段时间 随着国9条在这个实行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对于长期的一个资本市场 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不过受到此前 国9条关于退市制度影响 本周小盘股一度大幅波动 经国9条中 关于分红的退市指标 被市场解读为针对小盘股 未来小盘股不少企业可能存在退市风险 拖累小盘股时需走地 中国证监会4月16日回应指出 对于市场有观点认为 这次退市规则修改主要针对小盘股 纯属误读 证监会早前发布一键调整退市指标 旨在加大力度出青江市空壳 并非针对小盘股 在标准设置 郭杜西等方面 均做了稳妥安台 短期年不会对市场造成冲击 根据证监会的公告 他们明确表示了 这个规则并不是针对某一类型的 大盘小盘或者某一类型的股票 这更多是一个通用的准则 更多的是针对GX相关的股票 市场的反应来说 在短期来看 小盘股的走势受到了一定的沉压 这更多是从情绪上面的表达 但并不意味着 一定是有更多的小盘股 会面临退市的风险 我们投资者可能更值得关注的是 不符合相关上市条件的GX的公司 可以注意回避风险 对于GX股的影响 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包括风险毫无疑问会提高 因为市场会对于这些GX股的 这种业绩的容忍度会降低 那么他们的价格将会更难稳定 从而增加投资风险 第二个就是毫无疑问 基本面肯定会被 就是给予更高的权重 那新过去调之下的话 将会更加注重上市公司的这种投资价值 从经济数据来看 中国一季度整体经济增速好过市场预期 不过明一季DP增速为4.2% 分项数据也显示 房地产数据依然拖累整体经济表现 而出口则表现强劲 制造业景气度也回升 为而巩固经济回升向好势头 中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工信部 发贷为三个部门 联合下发通知 明确下一步金融支持制造业的重点任务 包括加大对基础零部件 基础材料等的金融支持力度 同时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 加强对传统制造业设备更新 技术改造的中长期资金支持 强化对智能装备等领域的金融服务等 中国央行也提出 真正需要资金的高效企业会获得更多融资 有市场人士指出 随着政策的进一步落地 未来设备更新市场潜力较大 也会催生多领域市场增量 从短期数据来看 像三月份的制造业PMI 反弹到了融库线50以上 我们再看制造业投资 在房地产相对偏弱的情况下 制造业投资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速的水平 也就是说市场对于相关的政策的接受度 是非常高的 那现在的政策呢 目前处在一个初步的阶段 未来会有越来越多的细则 无论是金融支持 政府上的支持 财政上的补贴 都会有更多的细节出来 我们认为相关的公司基本面 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在后续的一个经济 这个季度的一个经济增速 比较起来 一季度应该会是一个相对比较低的 往后来看 应该是有一个逐步向上的一个空间 政策的一个执行当中 去年末还有一部分的这个 专项债的一个落地 其实是在今年的上半年运行 我们在一季度看到 其实在基建跟房地产相关的数据 相对偏弱 我觉得如果说专项债的数据统计进来的话 其实也许在二季度 其实这部分的数据 有机会去做一个支托 走高的一个情况 在莱坦利谷面临的外部环境 周到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银派讲话伺机 美元指数近期强势 一度涨到106.5上方 创五个月新高 将市美元下 大周货币普遍面临压力 7月17日 日本韩国纷纷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 印尼央行则通过出售高收益证券 买入印尼顿 以至货币跌幅 人民币也同样承压 市场分析指出 预计人民币短期调整 对一股影响不大 不过市场也预计 美联储推迟降息 将使得热钱流入新兴市场的速度减慢 好我想美元在降息预期推迟的情况下 会维持强势一段时间 可能会比年初大家市场预期的还要再更长一点 这时间会更长一些 那这部分可能对于投资的角度上来讲的话 外部资金的一个流入 或热钱流入到亚洲市场 或者是在中国相关的资产 不管是A股或H股 它的时间也会相应的推迟 受益的时间会拖到下半年 也许在更晚的时间 我们正是看到美联储降息 然后看到美元从高位开始滑落 那这部分才会影响到热钱的一个流动 对于人民币计价的股市来说 我们认为两者并没有非常大的相关性 意识上来看 汇率的波动 除了在极端波动情况下 大部分时候小幅的波动 不会对A股走势 形成非常大的扰动 从板块上来说 出口相关的板块 甚至有可能会受益于 人民币走弱的这么一个环境 主要包括像科技 纺织服装等出口导向性的行业 张旺利股下阶段走势 随着市场进入一季报密集披露窗口期 企业盈利情况成为投资人关注焦点 根据万德数据 截至4月17日 利股已累计有79家上市公司 披露2024年一季报 其中71家盈利 8家亏损 合计净利润为217.73亿元 同比增11.35% 有市场人试指出 预计一季报业绩 以及中期经济转型的方向可能受益 在未来两周 A股盈利将迎来非常密集的一季报期 届时会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 在房地产相对来说 数据比较疲软的状态下 大部分的公司 是不是能够摆脱 所谓救救期的干扰 而走出相对不错的盈利行情 那我们认为是一个偏好的态势 一季报披露的过程当中 过去预期相对较低 但是有一个超额增长空间的 这些所谓简陋的一些机会 大家也可以在一季报披露的过程当中 去做寻求一些关注 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 贝股也走出反弹行情 二季度市场走势如何判断 中国深度财经栏目 联合凤欧网财经频道的调查显示 有38%的人认为股将会震荡向上 23%的人认为短期可能以区间震荡为主 27%的人认为市场将有结构型行情 12%的人认为可能又会调压力 近期各大机构密集发布二季度投资策略 机构普遍认为 当潜力股整体估值水平处于历史低位 一系列经济数据显示利好因素正在积聚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修复 并在稳增长政策加持下 碑股震荡向上的带率大幅提升 具备中长期配置价值 而短期来探 碑股可能将以结构型行情为主 分析认为 同行业板块看 新制生产力相关产业 以及红利资产 仍有望成为二季度的重要投资主线 展望二季度及未来 我们认为新能源汽车 舒服经济 红利指数 是几个可以重点关注的方向 同时近期的话 大家也看到 就是能源价格的波动是比较明显的 特别是那些 与全球贸易和能源供应 密切相关的板块 投资者可能需要 密切关注这些因素的变化 在今年其实延续的政策 持续的一个帮助的一些 我们过去持续看好的一些方向 比如说高端制造 半导体 国产替代 这种高值的一个生产力 相关的一个领域 其实都还是资金会 持续长期关注的一个方向 我觉得这可以作为大家参考的一个重点 中近公司把握基本面拐点及修复弹性 银河证券 月股将维持震荡向上格局 华泰证券 关注低空基建策投资机遇 华创证券 工程机械需求有望景气向上 国泰群栈 毕竟成长空间打开 记得 wand级资机遇 咱们将维持震荡向上格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年内累计投放2万亿元 促进新制生产力加快发展 浙江省政府今日透露2024年将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加产业大脑 汇聚产业数据 補装工业之时 打造行业模型 将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本和复杂程度 据介绍2023年浙江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到80.61% 在此基础上2024年将重点聚焦专精科兴 以及机械 化学制品 电子设备 汽车零部件等行业 全面实现贵上工业企业的数字化改造 根据最新数据 江苏徐州中欧班列一季度进出口总货值达到2.49亿美元 同比增长90.32% 稍早前 从徐州淮海国际陆港铁路集散中心出发的班列 搭载70吨农副产品 采用冷面集装箱运输到莫斯科 标志着徐州中欧班列综合物流产业链进一步强化 依托淮海国际陆港功能性项目 为本地企业打通了外贸新通道 今日 安徽省政府宣布将大黄山地区建设成世界级休闲度假抗养旅游区 并为此设立1.8亿元的专项建设资金 以及首期30亿元的大黄山产业投资基金 据介绍 到2033年大黄山地区生产总值将达到14000亿元 高端服务业年均增长10%以上 接待中国内地游客超过6.7亿人次 旅游收入超过7900亿元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锅和出口锅 茶叶生产总量占全球的一半 2022年中国的茶叶出口总量为37.53万吨 出口总额22.70亿美元 作为具代表性的再加工茶类之一 中国花茶在2022年的出口量为0.65万吨 占出口总量的1.73% 出口均价约为8.65美元每公斤 是绿茶的接近一倍 在茶叶出口总量占中国16%的安徽省 当地的花茶种类丰富 中国四大名局安徽特有三种 以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厨局为例 20世纪以前厨局以药用文明 当前厨局则以茶用为主 2023年厨州全市厨局重金面积达1.5万亩左右 在河新竹产区南桥区 以厨局为核心的文旅养生体验丰富多元 但我的厨局养生体验 怎么和想象的不太一样呢 这能进吗 能进 就是你要不怕冷 就进吧 没事 温暖人家 好冷啊这里面 这里面真的是进冰箱的感觉 好 停了 停了 肯定不行了 零下五度的冷酷 这些就是有这种小袋子装的 都是筛选过的 上面写着二花 我看这个好像特别漂亮 对 那个就是特级花 就每年其实也就这么点 真的这个跟刚刚看的完全 它花更白 然后花型更要大一些 哎呦不行了 赶快出来 这里面可太冷了 这个冷酷可是冷得真无情啊 没赶上厨局盛开的时间来 想要看见花团紧簇 就只能先进这里了 厨局的主要成分有 黄酮 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等 据《本草纲目》等药书记载 具有清热解毒之用 但想要喝到这一杯 厨局养生茶 还得过五关斩六将 Round One 他们现在是在进行一个 包装分解 就是把每朵花大小还有形状 通过它的颜色能喝的能用的 还有一等花二等花给它分解荷 选花有什么标准啊 看着都很漂亮 就是它的花瓣得完整 然后花瓣是白色的 花心得特别饱满 好像花心也会比较香一点 香味就是从这里来的 对对对对 厨局它最大的营养价值就包含在花心里 就我们雏菊最大一个特点嘛 所谓叫金心玉瓣 金黄色的花心 花瓣是成玉的一个颜色 有那种温润感 然后多层次的去叠在一起的 但雏菊它其实跟别的 我们就是正常喝到的菊花茶 比还是有差别的 有 像这些筛写下来的 很大一批都会送到药场去 因为它属于药局 药食同源 四大药局 对对对 采摘的时候是啥样啊姐姐 人多 一天都请十个人 白了 上打 白了 就受管了 白天在田地采花 晚上到我们加工厂 然后把花摆到那个摊架上 必须当天摆 我看您这选出来的也很漂亮 这个性的有点黑 这是不是因为花瓣不是特别的完整 对 你看比如这个也黄 我现在理解它为什么被选掉了 我也认真学学分解 先把装备弄好 这个好 这个不好 有点小一点 对吧 小的也不行 对 这可是真的叫眼花缭乱 这算小吗 那个有点小 这个筛选标准 有点太严格了 满眼都是花 这个好 这个选掉 这个好 这个可能就算一半的了 对吧 这个不也算一半 它藏在后面 这一个菊花长到这样 可真是过五关斩六角 小小一团 检查一下 你这个第四个都大标 你这个 你看 这搞得都漂亮 写的都标准 可以留下工作了 虽然分解工作会持续一年 但储局的花期只有近20天 并且手工采摘后的鲜花难以保存 还需立即经过摊晒 柔形 晾晒等多道程序 比其他菊花的传统加工工艺更为复杂 2009年 储局制作技艺被确定为 安徽省级飞翼项目 Round 2 我们家一共三个组冷库嘛 这么一组冷库 一下能进一万斤的鲜花 一万斤 对 就是它目前是我们整个除州市 就是烘干量最大的一个烘黄 当时是跟安徽棱科院引进的技术 那么鲜花到的时候 鲜花就是平波在这些架子上 然后直接就拖进去 横层叠叠从这儿到里面 我都看不到头在哪儿 这一共有多少层啊 一共正常一个烘架是72盘 一盘大概能放 大概是四斤菊花的样子 通过生物科力燃烧 循环的设备把热气 整个围绕着这个烘香 从上到下 这样循环的吹 它是50度 就是烘干三天三夜 这50度是不变的 因为除菊的话 它花心比较厚 然后呢 它就不容易烘干 但是它花瓣又比较薄 所以它就是低温烘干 它烘干以后 得放空气中回潮个 大概半天到一天 就看天气的湿度嘛 因为如果不回潮的话 它花太脆了 就是你那个袋子 一碰到都会碎 杀青后的菊花呢 是正常零上 三到五度的储存就可以 但我们没有杀青的菊花 像我们家烘干菊花 正常都在冷酷 零下五度冻着 相较于传统的 硫磺蒸熏杀青 蒸汽杀青低温干燥的方式 能够有效避免 花朵表面的二氧化硫残留 是当地产学研合作的成果 作为雏局的核心坦区 南桥区年产干花约327吨 年产值约1960万元 全区雏菊种植约2800亩 年产鲜花约1960吨 圆子主要以雏菊为主题嘛 然后现在这一片 就主要以雏菊观赏为主 然后后期还是也要采摘做花叉的 雏菊的种植有什么讲究吗 雏菊它的生长时间比较长 它正常是4月份开始育苗 11月份采摘 所以它精力的风险就比较大 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作物吧 但这边好像还没看见菊花 雏菊是所有花当中最晚的一种菊花 就9月份到10月份 就是一直到11月份 都属于一个它长椰子的一个阶段 现在这里面这个小点也都是它的叶子 对 它长出来的时候应该很漂亮 长出来它属于就是一个头就是一簇嘛 然后上面裹满了花包 花团锦簇的外外 对对对 从3月开始育苗到11至12月采摘 8个月的超长生长期 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当地引导农户和企业签订收购合同 开展订单收购 累计带动农户种植超过1000亩 就业超过800人 我们主要是带动周边的散户 自发性的重 政府也有相应的补贴去对它们 主要你是在大柳镇种的 然后你的产品质量符合标准 我就保证收你的 都收 我看咱们前面这还有一块大棚 主要用来除菊育苗 现在打算去给它做升级 然后做花卉 因为除菊有我们自己的组培室 所以就花卉的培养 繁殖这些我们都有相应的调节 您这几个大棚 一共10栋 它是联栋的 看那上面还有小房子 对那上面在盖临间木屋 每天晚上甚至夏天的时候 就下雨的晚上 可能你都能看到满天的星空 这边是我们跟安徽农业大学合作 除菊只是一部分 就它大部分属于观赏局 这边属于蔬菜的一个 就是采摘区 包括一个科普区 所以就是到这个小园子里来 又可以看到咱们除菊是怎么长起来的 还可以来体验生活 楚州南桥共制定了中国国家除菊标准一项 和安徽省地方标准七项 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 现在的除菊还变成了精油 眼罩 香皂 方便茶饮等数十种饮品和保健产品 为打造除菊品牌 除菊元素还融入了 除州市的文化发展和城市建设中 得闲时候来喝杯除菊茶吧 找到这里面具备的消灭 七项 我们用来探索往后 酒店变得到 小刷猪 少许 我觉得 辞得到 算了